嘿,我是徐浩 这期视频是关于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的 Mars of Data Science的Part 3 在Part 2我已经整理了 这个科系到底是读什么样的科目 你会学到什么样的东西 可是有几个科目我是带过的 因为我并没有去读过这个科目 然后也没有亲身经历过 所以知道的也有限 因此在这一期视频 我想把剩下的东西补全 也就是我最后一个学期拿的科目 第一说的就是Big Data Management 第二就是一个选修课 Delective叫做Network and Security 第三个就是Research Project P2 有些东西如果我觉得我不说 你们可能到时候知道就已经太迟了 希望看完这期视频 你们会对Mars of Data Science 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Part 1 and Part 2的话 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去看看 因为不然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 如果你是还没有经过到这个科系的 我个人是觉得 你可以看我的Part 1到Part 3 包括这部影片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科系大概是学什么的 然后根据你的需求去做一个决定 你应不应该读 如果你是在籍的学生呢 Part 2跟Part 3的视频会跟你们说 我们在这三到四个学期里面 会学到什么样的东西 我相信会比你的Post Graduate Handbook 还要齐全 因为是我自己亲自整理的 而不是统一分发的 OK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 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关于Big Data Management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科目是 60% Continuous Assessment 40%是Final Exam Continuous Assessment就是我们平时的 Assignment Mid Term Test Lab Test 还有一个Group Project 老师会给你们Tutorial 但那个Tutorial是不算本的 只是来Test我们的Understanding 如果你不明白 你可以问老师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 也会讨论到关于我们Tutorial的东西 Final Exam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Take Home Exam 第二个就是Case Study OK 所以我们学会东西包括Big Data的Introduction Big Data Pipeline Using Hadoop Providing Structure to Unstructured Data Big Data Concepts Like Identification De-Identification Re-Identification Ontologies and Semantics Distributed Computing HBase Mongodb Hive Pic 还有Spark 最后就是关于Data Provenance And Data Trustworthiness 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学会的东西 除了学习Concept 也可以学习Hands-on的东西 其中就包括Apache Hive Pic HBase 还有PySpark 然后这些Software呢 会运行在Linux的Environment 所以我们也会学会如何去 Install Ubuntu 然后用Command line 来execute一些Instructions 所以这个是我学习的东西 所以第一个Group Assignment 是关于一个Big Data的了解吧 就是说我们要去找一个公司 例如Facebook 例如Spotify Anything As long as you think it has Big Data 然后你就要去了解一下 它有什么Big Data的characteristic 然后呢它会遇到什么Big Data的Problem 然后呢它会需要什么样的Big Data Software 然后呢我们学的Hands-on的东西也会有个Lab Test 然后我这个学期呢我的教授是跟我们说 我们学了这么多的不同样的Language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来做你的Lab Test 你要选择哪一个是你自己的自由老实不会干涉 就这样的是你自己觉得你对那一个Language 比较有信心 然后Project呢就是对Assignment那一个Upgrade 我们那时候是跟另外一个组Combine 然后去尝试用我们会的Big Data Software 来解决一些Big Data的Problem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个科目其实学到蛮多东西的 而且至于要深入了解呢就是靠我们自己去深入了解啦 OK现在我们来聊的是Network and Security 这个科目我学的是学的也是蛮多东西的 然后如果要深入了解的话就可以自己自由的选择 你比较想了解什么样的方面吧 OK 所以那个Network and Security 我们会学什么东西我念给你们听 第一个呢是关于Introduction to Network and Security 然后是关于Symmetric Encryption Technique 然后还有Asymmetric Encryption Technique 然后还有Message Authentication 然后呢我们也会学Key Distribution and User Authentication 然后学Network Assess Control and Cloud Security 也会学Wireless Network Security 然后呢我们也会学Malicious Software 关于Malware的 也会学关于Intruders 然后最后呢是学关于Firewall的东西 So 确实如果我所说很复杂吧 学了蛮多东西 然后呢我们的Group Project呢就是做关于 自己想要研究什么样的东西嘛 就是关于Network and Security的东西 而我们老师是给我们自己选择 然后呢那时候我和我的主缘是做关于Quantum Encryption的东西 So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个 这个Feel有什么东西是蛮新鲜 然后是你蛮有兴趣的吧 可是那时候我真的是太忙做我的Research Project了 导致我的这个科目没有做好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就 唉 少了一个A 只拿到A- 唉 算了吧 算了吧 Ok so 最后呢就是想跟大家聊聊Research Project P2 这个科目我觉得是最难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Proper Guidelines 然后你需要知道你应该要做什么 基本上呢简单来说就是你需要把你全部学习的东西 来应用到你这个Research Project里面 你需要去做一个Project 然后这个Project你当然是可以当做你的Portfolio So 你需要去做一个Data Science的Process 你要去Collect Data 然后你要Gather Data 然后你要Clean Data过后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你要做什么Statistical Modeling 还是想要做Predictive 或者是做Prescriptive So it's up to the preference 然后呢如果你的Supervisor跟你做什么Suggestion 你就可以接受吧 因为我个人觉得我的Supervisor是比我有经验的 So 大多时候我是敬意他的话嘛 就是他给我什么样的意见 我们就尽量去吸取 虽然他有时候还蛮善变的 唉 这个可以说的吗 然后有一个重要点就是 你需要做一个Report出来 然后那个Report是最关键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P1的时候只是做一个Presentation 可是P2的时候呢 你就要交一个完整的Report 那个完整的Report呢 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写够10,000个字 然后那10,000个字呢 不包括你的Reference 也不包括那些Format的东西 就很像Content of Page 还有你的Declaration啊 那些乱七八字的东西 当然也不包括你的Appendix So你要想办法去伸出这个10,000个字来 因此你的Research Project 不可以太过简单 或者是说如果太简单的话 你要想办法把它复杂化 把它写到比较文组组一点 比较长一点 然后呢因为你要写够这10,000个字 所以你不能last minute做完它 我个人是觉得你不要last minute做完它 你不要剩一个星期了 你才改这个Project 真的会累死 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那两个礼拜真的是非常压力 我用两个礼拜来做的 我还是觉得很压力 因此呢我的建议就是 你可以在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写你的东西的 然后你可以发给你的导师看 如果他觉得有什么意见你可以改 如果呢你的字数真的不够的话 你就可以加你的literature review 然后你的introduction加多一点东西 就是把你的Research Project 变得更细节化一点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 学与类的经历 我不想要有人重复我这个学与类的经历 因为我一开始只是写到6,000个字吧 然后要省多4,000个字 就是写那个论文是真的很折磨人 Hey so如果你还没有看我的影片的part1 part2呢 你可以快点去看一下 然后对这个科系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呢这里有别的大学的学生就很像同样 Malaysia的还有University Science Malaysia USM的Data Science好像也是蛮不错的科目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大学 跟我的大学有什么不一样的不同啊 就互相交流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去一起进步 喜欢这期视频呢可以一键三连 或者是按赞订阅分享 对不同的平台有不同样的规则 然后呢可以收藏或者留言 支持一下我做视频真的不容易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不知道你们还有什么样的题材想要我说的呢 或者是有什么我的经验 你们想要知道呢 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哦终于拍完了